西方史学是马国主义史学在欧洲的最初的川普及其影响 尤其时代条件 西方史学下半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日升 国内无产阶级状况不断恶化 国际工人运动经过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短期的成绩 从70年代开始又获得了空间的广泛的开展 随着而来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工人阶级政党 在德国及其他欧洲国美国家分文建立 在80年代成立了国际共产组织及第二国际 1883年马克思失事之后 亨克斯担任了领导国际无产机器及国人运动政党的重大使命 捍卫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 与此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也许已泛滥起来 马克思主义世界在最终彭博与错误